英国新任首相辩论会正在进行当中 而即将离开首相宝座的强森 似乎也不必太难过 因为乌克兰总统在昨天 出现了一份民众的请愿连数书 希望可以让强森担任乌克兰下一任的总统候选人 而不到一天就有将近3800多人的连数签名 请愿人也立出基辅当局 授予强森乌克兰公民的身份 表示强森从俄乌战争出席 就非常明确的在反俄罗斯 那么加上他是具备有政治金融跟法律背景 还有英国首相等执政的经验 非常适合担任乌克兰的下一任总统 而目前距离连数的门槛 两万五千份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连数时间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看 如果要让强森当选乌克兰总统 似乎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而俄罗斯总统普丁 近期针对了西方制裁 展开了报复行动 频频对Google位在俄罗斯的子公司来找查 上周以YouTube非法内容开罚 211亿卢布之后 现在又使出他们违反了 俄国反垄断法 开罚20亿卢布 两次的重罚 折合台币等于是罚了123亿台币 而这样的巨额罚款 也让Google俄罗斯子公司 现在宣告破产 俄罗斯通讯监控机构说 Google旗下的YouTube 散布了有关俄乌冲突的假新闻 而且还释出抹黑对于俄军不利的消息 而迟迟不下降 俄罗斯思维是非法的内容 莫斯科法院才会开罚 而除了Google之外呢 乌克兰的联邦反垄断局 也表示未来将会对 美国的另外一家科技大厂 苹果来寄出罚款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